深圳是一座被严重高估的城市 去了一趟深圳谈谈感受 深圳这座曾经的一个小渔村 如今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一座意义生辉的国际化大都市 近日我也是有幸踏上了这片热妥 亲身的感受它的繁华与魅力 赴到深圳之后 我便被这座城市的一个现代化气息所震撼 高楼大厦是临次治理 街道宽阔整洁 然后车流如之 人流如潮 这里不仅有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个总部 也有众多创新科技公司的一个聚集地 深圳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 真的是令人咋舌 在不到上海三分之一的一个面积上面 经济的总量却与上海 现在是越拉越近 越来越近 这样的成就足以让深圳是傲施群雄 深圳的一个魅力 不仅仅在意它的一个经济实力 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内涵 同样是非常丰富 走进深圳的一个国际馆 包括它的艺术馆 可以看到各种展览 那是丰富多样 既有传统的文化的一个展示 也有现代艺术的一个创新 深圳的街头巷尾 处处都弥漫着文化的一个气息 人们在这里交流 思想碰撞 包括各种灵感 共同推进着城市的一个文化繁衍 深圳还是一座充满活力 包括创新精神的一个城市 这里的人们敢于创新 然后敢于发散思维 他们用自己的一个智慧 包括汗水 书写了一个个传奇的一个故事 从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的一个倔起 到众多初创企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深圳的一个创新精神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这种精神不仅推动了深圳的一个经济发展 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创新步伐 当然了深圳的一个国际化程度 也许其成为大都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场景 这里是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各种金发碧言的一个外国人 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一个文化和观念 使得这座城市更加的多元化 更加的一个开放 在深圳的街头 你真的是可以听到各种语言的一个交流 看到不同辐色的一个面孔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一个包容与开放 深圳真的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来到深圳之后从来不存在什么排外 来到深圳就是深圳人 有人说深圳是一座被高估的一个城市 他们说深圳在很多方面都不如那种北上广 甚至不如杭州 甚至不如武汉 甚至不如重庆跟成都等城市 但我却认为深圳是一座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城市 而它的潜力原不止于当代当下 更着远于未来 甚至有可能超越上海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 深圳的一个创新精神 包括开放态度和文化底蕴 特别深圳还是一座非常年轻的一个城市 这些都是它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 站在深圳的一个高楼之间 不看这座城市的一个繁华 我不禁感慨万分 这座曾经的一个小渔村 小农村 如今已经对变成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它的崛起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生动的索影 也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一个结晶 深圳的一个未来 必将是更加的辉煌与灿烂 此自深圳之行 也让我对这座城市 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和认识 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个日子里 深圳将会继续发挥它的一个优势 包括它的能量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我也期待下次有机会 再次踏上这片热土 感受一下它的变化与进步 共同的见证它的一个辉煌和未来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去过深圳 对这座城市都有什么样的印象 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